小子 你好大的勾胆 竟敢挑衅血扇萌 看你是找死 这不是本城血扇萌 分度堕主 古老魔的青春弟子 又是血魔刀之身的王八吗 王八已是先天中起 乃是本城那年轻一辈 你第一人哪 没想到他居然在这里 哎呀 这下赵真死定了 没想到我这悬赏还没有发 血煞萌的人就跳了 别罢 大秦帝国血煞萌覆灭之路 就从你开始吧 我 区区地界而已 还想覆灭血煞 今天 就送你上路 血魔斩 该死的人是你 九阳霸天拳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一招毙命 那可是先天中期的强者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啊 这小子竟然这么强 难道他真的有实力 覆灭血煞萌 赵臣杀了王八 他师父古老怪 定然不会善把害羞 看来这赵臣 也活不了几天了 赵臣 要找你就别走 你 你杀了王八 古多主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是 那就去告诉古老怪 我就在这里 快去通知古多主 赵臣 我上次离开大秦前 听说那古老魔 便已经先天巅峰 如今或许已至后天境界 你真的这么有自信 能击败他吗 黎莎 我你还信不过吗 无论是先天也好 还是后天也罢 我都一样叫他们 有来无非 有意思的小家伙 居然敢主动挑衅血煞萌 不过是个形式鲁莽的小鬼罢了 他能越街杀人 的确有些古怪之处 可他终究是个地界 等古老魔一来 他必死无疑 我倒是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惊喜呢 这血罗刹 终于是被我炼成了 看来我是时候离开这里 将分舵主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徒儿 王爸了 舵主 大事不好了 王爸大人他 他被人杀了呀 什么 我脱地被杀了 是谁干的 那人叫少臣 他说会在少金阁的门口等着你 骑人太深 杀我谷底 将我的计划全都打乱了 还敢挑衅本舵主 今日我要将那早臣错古养晖 来人跟我去上金阁 你居然敢杀我弟子王霸 挑衅我薛杀蒙 今日我就要让金下人知道 与薛杀蒙作对的下行 居然真的来了 古老魔可是后天境界的大能 他出手 这赵臣必死 薛杀蒙这是来了多少人 如此兴师动作 赵臣怕是要被千刀问寡了 谁让这赵臣作死 杀了古舵主的徒弟居然还不逃 如此这般挑衅薛杀蒙 几条命都不够赔的 居然搞了这么大阵仗 这怕不是把整座城的薛杀蒙人 都召集过来了吧 赵臣 你现在害怕也没用了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 你怕是误会了什么 你们来齐了 到省得我再一个个地惹了 这就送你们一起去见那王霸 大人不惨 今天 刚好拿你的人头 试试我新炼城的薛罗刹 不好 赵臣 你快躲开 不能和他硬碰 薛罗刹一旦施展开来 敢比后天竞巅峰强者一击啊 明镜需要再来 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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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世上最强的剑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嘿嘿 我要吃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一样 不 不可能 明明即可凡人无异 不 不 让我一边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到底有多强吧 来 来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住不了的人 继续能不能重大我家王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今后 使用一次多个机会 第五层亮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收 我圣玄宗不收 那叫锦与主 真的 要他九层亮起来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吗 非要来自取命啊 赵殿 李清禾 秦驾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李清禾 你的行为 不可能 赵殿玄宗已经经脉戒森 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真正想的能力吧 秦驾 大 大师兄 大师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到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损 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boss 与无头 开始新的冒险 啊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啊 怎么办 我们今天每人都逼到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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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出去跳了 哈哈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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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